十二星座毛病大不同 我们就来看看他们发病的样子 大多数人都被天蝎阴沉的外表给骗了 其实他们是很感性的星座 情感是他们的死穴 大家都觉得天蝎很有种很敢讲 但他们不想让别人发现的是 其实他骂得最凶 但他也最怕别人讨厌他 所以你不要看一个天蝎好像张牙舞爪 很可怕的样子 其实他内心非常的脆弱 超容易受伤 在发怒的当下 虽然一直叫你滚 但心里想的是 如果你真的滚了他怎么办 射手做动不动就回忆过去 可能会因为一张照片 或者是一个场景 或一段音乐 他就会开始回忆当年 想想从前多么的美好啊 他们也很讶异别人 可以把前任忘光光 但射手没有办法 他们会想时时刻刻 关注前任的每一个举动 而且他可不是天蝎那一种 见不得对方好 想看你不好的样子 不是哦 他是真心的 他是真心关心对方 很注意前任的一举一动 跟完事不公的外表正好相反 他们其实很重情义 也很容易心软 就算多年好友背叛他 来求和也很可能马上就会原谅哦 其实金牛非常易怒 可是他们总是假装自己很佛系 明明美美格格超多 但是却假装没有 但是他美格多啊 所以一被出怒就生气了 被发现生气又想装没有 哎 这怎么有一种无尽轮回的感觉 比如他如果觉得你不能吃淀粉 你却吃淀粉伤害自己 他就会大声地骂你 骂到场面都冷掉了 不过就是一件小事嘛 有至于吗 你知道要怎么惹怒母羊吗 指着他的鼻子跟他说 其实你过得不好吧 你确定你现在的生活很好吗 他就会生气了 谁准你把实话说出来 因为你怎么能够知道他的秘密呢 所以咯 在这个前提之下 他会做很多事情来包装 试图告诉你我过得很好啊 不要搓穿我 处女座那真是没办法 他们就是一个追求完美的星座 所以他们也给人追求完美的形象 但其实他有多骄傲就有多自卑 他们的秘密就是 他们对自己其实没有那么满意 所以他永远永远在追求 比较完美的自己 因此虽然他们喜欢检讨别人 挑剔别人 但他们更怕别人来检讨自己 那会被发现他们其实不完美 某种程度 也许发动攻击挑剔别人 就是在阻止你来挑剔他 不过人哪有完美呢 所以处女座 有的时候就放过自己一下吧 摩羯座总是有深沉的自卑感 所以他们更喜欢做事 要表现出一种自信 就算没有自信 也会装得很自信 所以他们超怕被别人发现 他们的面具之下的不镇定 比如上驾训班 明明觉得开车超可怕的 但表面上还是表现出老司机的样子 其实呢 他连刹车在哪边都忘记了 所以摩羯座面对自己的自卑 或面对自己的不行 其实并没有什么 真的不会死 狮子太想当王者了 也太想要舞台了 所以如果他一直被称赞的话 他就会忍不住开始做牛做马 因为他怕这些称赞会消失 也怕大家不喜欢他了 所以他反而会更委屈求全地 去符合大家的需要 所以这个时候的狮子 反而不是王者了 会变成小螺丝 让自己吃足了苦头 而且想懒不敢懒 想贪不敢贪 真的好辛苦啊 天平不合群就浑身不自在 即使他不想要 他更想做自己 因为他很怕自己 如果不合群 会破坏群体的和谐 他不想成为 害这个群体无法前进的人 而且他也不想被拿出来讨论 如果今天有人说 这件事情因为那个天平而无法成 他就会崩溃 就像大家在团购 即便买的东西贵得要死 只要别人说 就差你一个人就成团了 他就只好马上跟 所以你知道怎么推动天平了吧 凡事只要跟他说 就差你一个 他一定二话不说马上加入 即使他不需要 双子就算是低调的 他也很怕别人焦点不在他身上 焦点如果不在他身上 就仿佛在告诉他 你不够优秀似的 就会让他很没有安全感 所以咯 为了薄眼球 薄焦点 他很可能会做出很多 有吃风度的事 比如讲话就开始很大声 或者是总是做一个不合群的事情 让你去注意他 这当然是比较低阶了 更高阶的 他是有非常多的方法 去吸引你的注意力哦 想知道怎么控制水平吗 跟他说 哎呀你这个东西 你这个动作 好像别人也做过耶 他就会觉得被挑战了 而为了跟别人不一样 他会马上做出很多标新利益 但其实匪夷所思的事情哦 因为他们内心深处觉得自己很特别啊 而且是最特别最聪明的那一个 怎么可以跟别人一样呢 其实双鱼爱的形象 伸直大家的内心 对不对 看起来又傻乎乎的 但其实他们做某些决定 都是对自己有利的 可能当下的气氛使然吧 双鱼做的会说好啊好啊 但回到家细想才发现 哎呀那个景点或那个行程 他根本不想去 他很可能就会找借口推脱了 另外也有可能因为今天的feel不对 他不想出门 或者是一个不存在的理由 他就忽然放掉对方 不过这个前提当然是因为 他觉得你是他的熟人啦 也不怕得罪你啦 他知道他这样做 你不会离开他 巨蟹座对自己都有一个设定 我是一个好人 我是一个贤妻良母 我是一个能够忍耐 或服务周到的人 所以他们超怕人设崩坏 在这个前提之下 他们会尽量的一眼 如果是嫌弃良母的形象 就不能随便崩溃啊 如果是好好小姐的形象 就不能随便拒绝啊 他会尽量做给大家看 所以咯 如果有人要你做一些帮忙的事 就算你心里百般的不愿意 但是可能还是会接受 一方人设崩坏 所以咯 他们常常把自己搞得很委屈很累 但是 谁逼你啊 不就是你自己逼自己的吗 最后就大崩溃了 老师十二星座的病座 我们最想隐藏的部分 那会不会其实旁边的人 都看得一清二楚 外面的人就是看得一清二楚 只是每个人在自欺欺人罢了 这就是为什么说 人生是一种修行 十二星座是我们天生带来的框架 那你想当一个没框架的人 你就是要努力突破它 这样子 所以大家都知道天平 其实不随和双鱼很自私 哈哈哈哈 有一点对不对 我们的病 都真的只能骗很外围的那些朋友 所谓的普通人 真正跟你靠近了 这些都是问题了 所以要改咯 嗨 大家好 我是唐启阳 从这个月开始 我就会在Vogue频道 跟大家见面了 我会在这里呢 分享很多新作的小尝试 或占星的小知识 我们Vogue